高雄有家庭肉鳴的中式餐酒館店名就叫庶民 但是餐點價位一直都沒有那麼庶民 最近他們搬家到英雄路上特地又來看看 新裝潢有點稀釋又帶中式 甚至有點像台灣早期河陽風那樣的建築 不變的是生意還是那樣好 且依舊是旗樓下的半開放式廚房 於是在這隨意點了幾樣菜色 虎掌飯就是將豬蹄筋每名 滷得夠味的蹄筋搭著白飯 因為味道好香 加上小小一碗沒幾口就吃完了 幸好還有滷味大腸與豬腳雙拼 大腸處理得以沒有一絲腥味 豬腳則是滷到軟硬度恰到好處 吃起來鹹甜軟Q一點也不覺得油膩 最招牌的菜色就是這把王雞腳 比一般雞腳尺寸再大一點 滷得也是夠味而且夠軟爛 放入嘴裡稍微一鳴 骨與皮就分離了 至於服務人員大推的黑輪 Lancare你先猜猜一片賣多少錢 大部分餐廳了不起賣50元 這裡一片要90元 是的90元 服務人員說了 因為這黑輪是用海綿羽的魚肉來製作 精油手工刮除下來 每片黑輪至少有8成是魚肉 比例相當高 烤過後皮帶點酥咬起來口感Q10 魚的鮮味果然實實在在 這裡還有一些精緻的小菜 價格分別有30元與80元等 另外也有家常菜色味道很親民 但因為用料實在選料不簡單 價格真的有點沒那麼宿命